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很爱买东西 当你的眼睛看到美的东西 你就想说要去把它拥有 就要把它买回来 其实上人说的 你到底是需要呢 还是想要 我发现我是想要 我就覺得說沒關係 我們這些東西都給你繳繳的 拿來環保站 給別人秀 我們再來買我們更加意的 更好的東西 我感覺說 哎呀 這沒關係 別人怎麼有在握啊 也是洗服啊 以前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入了金帳之後我發現說不對 你不應該是這樣啊 你怎麼會己所不義務私一人啊 也對不起喪人 喪人的法降了四十五年 那我到底入了多少的法在心裡面 我會想怎樣 我今天買這幾個萬塊 我如果不要買 我如果 這樣拿給少年去救艱苦人 是不是可以救很多人 我如果這樣 我怕怎麼做這件事 就會很後悔 這一次入金帳之後我就告訴自己 你這個貪念 你要怎麼樣來截止它 好 你去逛你最愛逛的那幾個商店 你想擁有的東西 你再去看你又不會去買 不會 我就發現這一句話很好 你就欣賞囉 你為什麼一定要擁有 不讓我聽些人 可能不讓你買 我止沒 我們不是不買 從來